9月2号 中国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结束在澳门的访问 启程返回内地 代表团此次港澳访问行程圆满结束 2号上午 运动员们来到当地社区与民众交流互动 五间 澳门特区政府还为代表团举行了欢送舞宴 多名运动员在宴席期间出席记者会 各自分享此行的印象 香港的话 我会觉得演讲的那一场对我来说记忆比较难忘 因为那一场可能说是我迄今为止演讲的最好的一次 因为不光有自己的感情感受在里面 然后反正就是呈现了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完美的演讲舞台 平常喜欢唱歌 但是没有像昨天晚上翻车翻得这么狠 只能说舞台效果拉满给澳门留点震撼和记忆吧 不能白来一趟 我觉得开心大过于累吧 因为每天的行程其实能跟市民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吧 来到这里之后也感受到了当地市民的就是这种 同时挥舞着国旗和区旗的这种爱国热情吧 其实也作为运动员来讲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的激动和开心的 昨天我们在那个欢迎会上就是他们找了一辆类似于我们比赛车的小轮车 然后我当时问这边的工作人员我问他们我说 我说为什么不找一辆直接跟我们项目相同的车 然后那个姐姐就是她很遗憾的告诉她说这是我们全澳门现在唯一能找到的一台小轮车 之前我会以为我们是一个小众项目 大家可能会对我们不熟悉 我对澳门的一个印象就是即使她不关注或者即使她没有 但是她还是会给我们这个项目找来一些新的机会 找来一些给我们展示的机会 据了解香港特区及澳门特区也将成为2025年第15届全运会的其中两个主办场地 记者会上多名运动员表达了对这项体育盛事的期待 全运会作为国内应该算是最重大的赛事 关注度也非常高 作为自己来说也希望能够在这样大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那么作为其实大湾区去联合举办 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吧 所以我也期待自己如果能够参加有好的发挥 也期待所有运动员都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我很肯定的会参加 然后呢因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也是我非常非常想要向往的地方 然后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希望能够再来到这里 感受到这个大家对于体育的热情 然后我自己可能尽力而为吧 尽量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据悉国家队运动员在每届奥运会后 访问港澳特区是多年以来的惯例 今年的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到访香港澳门 是自港澳特区回归以来的第七次 每次代表团的到访都深受港澳同胞喜爱 运动员们也在多日的行程中深刻感受到两地民众的热情欢迎